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專題部記者一帆綜合報導 江綿恆被降職 上海官場同期被清洗 已故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長子江綿恆 在上海科技大學的職務 從校長降為校務委員會主任 同時 上海官場遭到密集清洗 6月5日 上海科技大學官網發布公告稱 經上海市 中國科學院批准 江綿恆擔任上海科技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 由封東來擔任上海科技大學校長 上海科技大學官網同時還發表了 江綿恆致該校師生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聲稱 自己不再擔任校長職務 因為已經完成了兩届任期 並戲稱自己幾年前就加入了70後 只70歲以上的群體 上海科技大學成立於2013年9月30日 由上海市政府與中國科學院共同建設 江綿恆當時正是中科院副院長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 他一手籌辦了這所大學 並擔任首任校長 可以說 上海科技大學就是江綿恆的獨立王國 時事評論人士唐靖遠認為 江綿恆與其說是卸任校長職務 不如說是被剝奪職務 而且 連個名譽校長的虛弦都沒給他 只給他當校務主任 相當於管家的職務 實際上是現黨魁對他的羞辱 唐靖遠在6月5日的自媒體節目中說 大家想想 讓江綿恆這麼一個富可敵國 而且是不可一世的江家幫少主來當校務主任 這擺明料就是在羞辱他嘛 而且他是被任命的 沒有辦法拒絕 可以斷定 江綿恆恐怕是大事不妙了 江綿恆是已故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長子 今年73歲 他曾任上海野金所所長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等職 江綿恆在任中科院副院長時 曾任中共在任航太工程副總指揮 神舟五號副總指揮 江綿恆還是上海聯合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該公司的投資範圍包括高科技 航空 電信 金融等眾多領域 江綿恆在民間有中國第一攤的稱號 據信江家海外財富有上萬億美元 唐靖遠還在節目中表示 他幾天前從獨家渠道獲悉 習近平利用江澤民葬禮的機會 把江綿恆之子江志成從海外誘騙回來 並進行嚴密控制 上海官場被密集清洗 除了江綿恆被降職之外 江家長期盤踞的上海官場在近期被密集清洗 中共官媒報導 6月4日 中國船舶集團財務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李朝昆被調查 6月1日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務部前黨委委員 副總經理林壽富被調查 這兩家集團的總部都在上海 此前幾天 中共上海市政協原常委報秉章 上海市奉賢區統戰部員部長周龍華及上海市國資委員 黨委書記白廷輝分別被立案調查並雙開 除此之外 中共上海市紀檢委網站顯示 從5月20日至6月4日的15天之內 上海還有15名官員落馬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於2022年11月30日在上海病亡 江澤民此前發跡於上海 死前也長期住在上海 當地官場遍布江派人馬 在這批被清洗的官員中 官職最高的是中共上海市國資委員黨委書記白廷輝 時事評論人士李燕明此前對大紀元表示 白廷輝落馬涉及上海交通承建系統的腐敗 這與江澤民次子江綿康的貪腐行為脫不了干系 在江澤民當政 干政的逾20年間 江綿康操控著上海的交通與承建系統 落馬體總局長已有江派背景 5月30日 曾任中共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奧委會主席的中共全國政協常委 苟仲文落馬 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當日發布消息稱 苟仲文正被調查 苟仲文是正部級官員 也是中國體育系統掀起反腐風暴以來 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 早在去年3月 中紀委已著手布置對苟仲文的調查 在過去的一年中 苟仲文的四個親信分別都被調查 此四人是 北京體育大學黨委書記曹衛東 中國賽挺協會原主席劉愛傑 中共國家體育總局政法司副司長胡光宇 以及曾執掌中國女族多年的陳英表 值得注意的是 苟仲文雖是體育界高官 卻沒有體育背景 現年67歲的苟仲文 原本是一名技術官員 曾長期在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 電子工業部信息產業部任職 2008年他突然跨界成為北京市副市長 2016年又從北京空降成為中共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苟仲文長期任職的機械電子工業部 以及後來的電子工業部 與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曾任職的第一機械工業部 前後一脈相承 所以苟仲文被認為有江派背景 苟仲文從技術官員跨界進入北京政界的2008年 也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干政的時期 儘管當時的黨魁是胡錦濤 但是胡錦濤並未掌控權力 真正的大權仍控制在江澤民手中 清洗對手只作不說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定於今年7月份召開 比以往推遲了大半年 旅澳法學家袁洪斌教授5月份曾表示 推遲這麼久就是因為現任中共黨魁 在一個重大政治抉擇問題上猶豫不決 袁洪斌從中共體制內人士出獲悉 這個所謂重大政治抉擇是指 是否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公開展開 對江澤民復辟資本主義路線的揭露 批判和鬥爭 並且確立習近平挽救了中共黨 國家和軍隊的歷史地位 據透露 中共高層有兩派意見 一派對上述政治抉擇持肯定的態度 他們認為不迫不利 只有公開宣布江澤民路線所導致的權力大腐敗 已經造成中共亡黨 亡國 亡軍的危機 才能確立習的地位 從而積累足夠的政治權威 反對觀點則認為 當前台灣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危險 應當首先集中全部的國家能量 以軍事行動為主來解決台灣問題 然後再展開黨內清算江澤民 甚至鄧小平路線的鬥爭 中紀委書記李希還特別提出 在解決台灣問題之前 對不同勢力的清算 應當堅持只做不說 袁洪斌表示 習近平最終接納了反對的觀點 也就是大多數常委的意見 三中全會由此得以召開 下面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中洛亞報導 美國星鏈技術令中共焦慮 專家吸差距 覆蓋全球的美國衛星互聯網系統 星鏈技術不斷取得突破 中共三年前組央企打造國網 與之抗衡 專家認為 在技術上中美之間差距還很大 但中共的衛星製造速度 可能會使國網計劃快速達成 不應忽視 中共的相關技術如何得來 以及公私合營的模式也值得關注 美國星鏈令中共焦慮 專家吸差距 衛星互聯網是以衛星為接入手段的 互聯網寬帶服務模式 其本質是為特種領域 商用寬帶通信等領域 提供獨特的應用價值 美媒連線中國6月2日報導 中美衛星互聯網領域之爭 指出隨著大量私營企業進入該領域 中共希望最終趕上美國的星鏈 報導說 中共需要盡可能多地發射衛星 以趕上由埃隆、馬斯克的SpaceX 發射的由6000多顆低地球軌道衛星組成的星鏈 星鏈計劃在未來幾年 再發射驚人的36000顆衛星 專注於太空和衛星領域的市場情報公司 Novaspace表示 中共的所有努力加起來 只向低地球軌道發射了不到200顆衛星 其中大多數用於技術掩飾和地球觀測 而不是電信 星鏈為72個國家的260萬客戶提供高速互聯網 包括北極和南極等偏遠地區 這個巨型星座具有戰略和國家安全意義 烏克蘭軍隊在俄羅斯入侵期間依賴它就證明了這一點 據路透社報導 SpaceX正在加緊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 打造一個由數百顆間諜衛星組成的太空網絡 以提高美軍在全球迅速發現潛在目標的能力 北京相對較晚地進入了這一領域 隨著美國的星鏈技術不斷取得技術突破 中共十分焦慮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王秀文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急著完成大型衛星網 主要是為了在實現內搶佔軌道位置和通訊頻譜 中共的國家級衛星互聯網計劃 不僅是六具通訊基礎設施 也攸關其政權安全 所以中共應是以舉國之力推進 為了確保其網絡防火牆能夠持續發威 中共也在竭力阻止星鏈進入中國 與星鏈同為馬斯克名下的電動汽車公司特斯拉 在中國建有大規模的超級工廠 馬斯克2022年曾透露 中共政府要求他保證不會把星鏈引入中國 為了能先佔得衛星軌位和通訊頻譜 中共搶在2020年11月 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仍由中國人出任期間 向ITU提出以12992顆衛星組網的GW星做計劃 中共計劃發射的衛星數量僅次於美國 居世界第二位 王秀文表示 中共國網規模雖然比不上星鏈 但是仍遠勝其他國家 中共太空發展之最終目標 是建立中共主導的所謂人類在太空命運共同體 國網只是第一步 一旦完成 能使中共掌握衛星互聯網各種能力 能用AAI加衛星全面監視和偵查 收集他國各種相關情資 等於掌握了一部分的知太空權 他說 美國先前對於太空發展有所持滯 預算也不夠充裕 給了中共迎頭趕上的機會 但是 美國的衛星技術應該仍勝過中共 且低軌衛星網容易受太陽風暴等影響 未來中共的國網建成之後 是否能快速補充及修復受損衛星 值得繼續觀察 再將衛星送入近地軌道的成本方面 美國有優勢 SpaceX使用的獵鷹9號和獵鷹重型火箭 每公斤的發射價格 已經分別降到2600美元和1500美元 重型運載火箭興建 一旦測試成熟 或跌到每公斤幾百美元的水平 中共的長征5號 必運載火箭的低軌衛星發射報價為5000美元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表示 中共過去打開全球的火箭發射市場 是靠著低成本 現在跟馬斯克的SpaceX沒法比 所以 中共在近地衛星軌道發射 組建自己的星座網絡 來對抗美國的星鏈會非常被動 而且 星鏈在軍事上的運用效果強大 在俄乌戰爭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如果發生台海戰爭 美國政府要求星鏈提供支持 對中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中共搞衛星互聯網 就是要對付馬斯克 對付星鏈 但是中共的技術能力 綜合能力跟馬斯克相比 差距很大 他說 中共野心勃勃 但國網停滯不前 2021年4月 中國衛星網絡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號稱要建中共版星鏈 該集團直接受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控制 集團總部位於河北雄安新區 是首家註冊落戶雄安新區的中央企業 但在此後的三年裡 國網似乎停滯不前 隨著北京加強對國有企業的審查 中國衛星網絡去年捲入了一輪紀律檢查 另外 中國星網總部所在的雄安新區 是一個偏遠城市 中共當局曾設想將其打造為創新中心 但現在這裡空蕩蕩的 難以吸引人才 2023年11月23日 由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升空的火箭 將衛星互聯網技術實驗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但之後並無相關的更新消息 國網星座分為兩個子星座 除了GWA59子星座和GW二子星座 由中國星網公司負責 另一個是G60 Starlink計劃 由聯合投資公司下屬的上海格斯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推出量產衛星 上海市政府去年7月首次宣布 計劃開發巨型星座 G60 Starlink 由部分擁有Ginsat的上海航天 衛星技術有限公司運營 將由多達12000顆衛星組成 一位公司高管在一次會議上表示 到明年年底 將部署約648顆衛星以提供區域覆蓋 如同在芯片產業搞舉國體制一樣 中共在中共版星鏈方面的野心計劃極大 《財經》雜誌去年11月報導稱 上海松江正在規劃G60 Starlink 計劃松萬科衛星上天 江蘇無錫邀請鏈主構建產業生態圈 山東海洋打造了全國首個海上發射母港 王秀文表示 目前中共衛星互聯網建設 以國網計劃最為龐大 其他還有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 紅燕全球衛星星座通信系統工程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的紅雲工程 以及民間企業銀河航天公司的 銀河Galaxy工程等 G60衛星製造速度值得關注 或涉偷失 2023年12月27日 格斯航天G60衛星數字工廠投產 即首科商業衛星下線儀式 在松江區G60衛星互聯網產業基地舉辦 下線的首科平板衛星 有摩托車大小 看上去並不起眼 甚至有些脆弱 它剛剛從工廠的裝配線上下來 據稱可滿足一件多星堆疊發射需求 可為全球不同用戶提供寬帶接入通信服務 過去設計和定制一顆衛星 需要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Ginsight總經理曹金向在場的人群吹噓道 現在工廠每隔一天半就能生產出一顆衛星 每年最多能生產300顆 王秀文表示 Ginsight的G60平板衛星 其實重點應該是衛星的製造速度 一般一顆衛星製造工期約兩三個月 可是格斯航天的智慧工廠 約1.5天就能生產完成 這樣的速度會使國網計劃快速達成 值得美國和其他國家擔憂 查詢發現 中國航天科工二院2021年5月就聲稱 中國首條小衛星智能生產線的設計產能 是每年240顆 相當於平均一天半就能生產一顆衛星 王秀文表示 中共衛星技術雖說是自言 但大家都知道 中共是從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取得技術 加上馬斯克因特斯拉在中國設廠 而對中共友善 不排除可能移轉的相關技術 G60 Starlink只是部分國友 但觀察人士認為 這不是有什麼策略轉變 而是中共向來的套路 王秀文表示 中國新網設立就是為了統籌衛星互聯網建設 所以中國新網將來可能會中國公司部門 多個衛星互聯網計劃整合為一個 簡言之 中共新興技術的基本發展模式 就是由政府資本結合民間企業技術 一官一商以便在不同情形下轉換身份 例如要與外國企業合作引進技術時 就以民間企業身份去接洽 等技術到手後就優先轉為軍用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含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使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白參、紅參 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韓國優質 六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伊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 人參皂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人參皂代RA、RF、RG3、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皂代RG3的含量 比鴻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鴻參的六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